大家好,圣经淘宝日记,我是老王,这是我今天的收获,给大家展示一下 一个猪笼,西形的猪笼,特别漂亮,玉枝也是非常的老熟 气形也是比较特殊 这是一个籽料的罗汉 这个有孔,可以是个籽料 可以穿个手串里的 一个雌龙的一个鸡心配 上面是盘着一条龙 一个籽料的,一个上山的老虎 特别漂亮,玉枝也是特别阳润 两颗老玉的猪笼 一个搬着啊,一个雌龙 上面是一个雌龙啊 雌龙的一个搬着啊 一个 S 形的一个龙啊 S 形 然后有点这个 老提油啊 高谷的一个玉龙啊,这是一个玉龙的一个形状啊 中谷的一个雌龙小臂啊,一个雌龙臂啊 油润度特别好啊 然后带点清色啊 这是蜜蜡的啊,蜜蜡的一个小手串啊 挺漂亮的 一个和田玉的 一个中古的玉熊 玉子游润度比较高 辽金的 一个小兔子 一个和田老玉的 一个黄玉 然后一个 上面是个瑞兽 一个大章 和田碧玉的 和田碧玉的一个 小手把劲 一个小心形 上面是个小翅龙 这块还有花生 还有大钱 生意兴隆 一个小梦重 和田玉的 一个和田 紫儿撂的一个明代的小玉壁 上面也是一个小翅龙 玉子非常银润 特别漂亮 几个大钱和田玉清花 撂着 也是在创回其他民国左右 这是五帝前 清代的五个皇帝 非常老气 这个是银着的 925银的一个项链 这块是龙头 一个清洁石的大碧玉壶 这个头比较大 然后手头也比较重 一个老踢游的 小玉虫 一个小天植物 摔了一个小绳 小羚羊 明代的资料 青花的 青花籽料的一个玉壁 上面都是这种玄鸟纹 也叫凤鸟 送元的一个带钩 非常老气 一个大猪子 和田玉的一个大猪子 上面都是带鱼纹的 一个绿松石的 绿松石的一个小香囊 小鱼形的 一个骨头的 骨头两边镶嵌的 这是一个大蜡子 中间还错的这个铜三 这是一个和田白玉的 一个小玉壁 上面是一个瘦子纹 然后这种骨钉纹 还有这两个小环是一体的 这块可以穿成可以佩戴的 鱼纸非常白 一个和田的灵管 带这种牛猫纹的 这个是鹿角的 鹿角猫的一个磁龙壁 这个是几个小猫猫 一个小锁把劲 一共有三个小猫猫 鱼纸也是非常老气 一个猪龙 红杉的一个猪龙 皮革包姜都非常不错 一个御虫的小蜡子 是个喇叭筒型的 一个明代的一个雌龙壁 这块用土咬了一下 鱼纸有点松散了 但是上面的鱼纸还是不错的 一个沾旱的小玉壁 这也是龙形的图案 你看它这也是龙形的图案 然后它有一点水银器 它整体预质非常老 一个清早期明代左右 这两个拇指数 玉纸特别好 有点小糖 翡翠的一个三色的 一个小手串 和田玉的一个大猪子 也是手串 玉纸也是非常好 游行特别好 明代的一个雌龙壁 公特别漂亮 而且这尺寸也是够大 绿松石的 绿松石的原矿的一个小拨罐 颜色特别好 一个太阳神人 一个勾连云纹的玉壁 这是红山的 看这个大碗的痕迹 特别明显 这种特别光亮度特别高 这种是反复磨蹭 才产生的 一个笔筒 和田白玉的 太师少石 有几个小湿着 玉纸特别好 而且还有丝纹 还有字 料着也是非常厚 特别白 这个是一个老玉的一个小棍 一个手工的 一个老的白铜的一个墨盒 这是一个齐白石的一个画像 它是用那种战克的弓刻出来的 这个功底还是不错 刻得唯妙唯孝 也是民国左右 这个是一个碧玉的小猴子 是一个小猴子